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人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习近平对拜登说 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第二个是 司法部长申请公开川普搜查令 我们今天讲两个主题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 8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问简报 第一个 英国卫报8月11号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 沙特拉伯 如果报道属实 这将是习近平2020年1月以来第1次出国访问 报道说 沙特拉伯今年3月份邀请习近平访问 沙特相当重视习近平的访问 正在准备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沙特把习近平的访问和2017年川普上任后 首次访问的待遇相提并论 分析指出 过去20年中国跟沙特关系越来越密切 双方高层的关系也正在加深 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最大的石油买家 中国过往和沙特的关系只注重商业 在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亚洲 对抗中国的时候 中国可能要争取在中东 扩大他的影响力 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是1月17号到18号访问缅甸 五天之后 武汉宣布封城 习近平曾经在6月30号到7月1号 去香港出席 回归25周年的活动 但是他没有在香港住 所以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去呢 我认为不会去 在20大召开之前 习近平哪都不会去 习近平就会在这儿好好的待着 待到20大结束 才会举行外事活动 第2 路透社8月10号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考虑维持中国商品关税之后 中国海关总署8月11号宣布 暂停美国企业的肉类产品进口申报 中国海关总署在这家美国公司 输入中国的牛肉当中 减出了瘦肉精 中国已经把这个决定 智慧美国农业部 中国在去年进口了 15.9亿美元的美国牛肉 是美国牛肉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国非常喜欢搞这种小动作 这种小动作有意义吗 有 一定要打回去才行 8月11号上午深圳传出 有开发商推出临首付的购房方案 引起关注 推出临首付的楼盘 是深圳龙岗的叫 他在微信的宣传当中说 买家只需要付10万块钱定金 随后在开发商指定的银行向购房者无息贷款 100万 买购房者收到款之后 先还10万 然后前四年每年还10万 最后一年还5万 8月11号下午 楼盘的房源被龙岗区住建局锁定 不能销售 龙岗住建局说 收到市民举报 楼盘存在金融违规行为 已经把线索交给金融部门调查 第4 劳埃德传博日报报道说 一名中国的贸易商花了3.76亿美元 买了13艘游轮 在大西洋中部进行 俄罗斯原油的船对船转运 报道指出 这个中国买家5月起 从香港和中国 买了5艘叫阿富拉型的游轮 7艘大型原油运输船 和1艘苏伊士型的游轮 这13个游轮都没有贷款 直接买 直接付现 非常有钱 什么人啊 什么人这么有钱 注册地址是在中国的大连 这3艘游轮 买下来都没有贷款 注册地址 都在中国的大连 那么这支游轮船队最近开始在葡萄牙 西海岸的国际水域进行俄罗斯原油转运 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之后 欧美国家禁止俄罗斯 游轮停靠港口 影响石油出口 那么经过转运之后 买家可以掩盖 他的石油来源 逃避各国政府的制裁 这种公海转运石油并不罕见 但是在俄罗斯被制裁之后 这种暗中转运活动已经增加 劳埃德传播日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报纸之一 1734年 在伦敦创办 一定要讲一下 第5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8月11号宣布 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参与机制的国家减少到15个 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 自从去年2月合作机制召开的峰会之后 就没有在参加机制下举行的任何活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外交部强调 未来在符合规则的国际秩序 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 与中国建立 建设性的 务实的关系 这三个国家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这三国家基本上是一体的 当然知道 大家知道立陶宛在干什么 立陶宛在跟 跟台湾建立 建立正式的关系 那么现在你看另外两个国家也开始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第6 麦当劳8月11号宣布 将会逐步 让乌克兰的门店恢复营业 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麦当劳停业 停止运营期间 公司仍然向1万名乌克兰员工发放心水 麦当劳国际业务市场资深副总裁 波罗伊表示 乌克兰的员工向公司提出 要求希望重开门店 让乌克兰恢复小而重要的正常感 麦当劳计划首先重开基辅 和乌克兰西部城市的门店 乌克兰外交部 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麦当劳的决定是重要的政治决定 反映了美国大企业 不受战争影响 回归乌克兰继续营业 第七 斯雷兰卡前总统 拉贾帕克萨 8月11号乘坐包机 从新加坡转底 转到泰国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 是基于人道的理由允许 拉贾帕克萨入境 泰国外长 泰国外长表示 拉贾帕克萨是以外交护照入境 可以停留90天 泰国外交部指拉贾帕克萨只会在泰国暂时停留 没有寻求庇护 第八 美国疾控中心 8月11号公布新的 武汉肺炎指导原则 取消市民 要保持至少6英尺社交距离的规定 新的指导原则指出 市民除非身处高风险社区 或者要接触感染者 否则不需要戴口罩 指导原则也不再建议学校每天进行检测 疾控中心建议 曾经接触感染者 但没有症状的市民不需要自我隔离 如果市民出现了症状 需要接受检测 如果呈阳性 应该留在家里隔离5天 疾控中心官员指出 目前美国16岁以上的市民当中 95%的市民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更新武汉肺炎指导原则是配合实际情况 这在美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第九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济人协会8月11号公布 在追踪的185个都市区当中 有80%的地区房价同比上涨了10%以上 同比就比去年同期 其中阿肯色州的 费耶特维尔 都市区二季度的房价 同比上涨了31.9% 佛罗里达的 莱克兰都市区上涨了31% 佛罗里达州的纳布勒斯上涨了28.9% 唯一房价出现下跌的是新泽西州的 特伦顿房价同比下降了0.7% 数据显示 二季度独立屋现房销售的价格 同比增长14.2% 均价是41.3万美元 创下历史记录分析指出 美国房价上涨和 市场供不应求有关 过去两年买家一直不愿意把房子出售 供应链的问题和劳动力短缺,令新房建设缓慢 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升 第10 长江流域的汉勤正在加剧 水利部8月11号表示 长江干流和洞秦湖、鄱阳湖水位 比常年同期偏低4.7到5.7米 是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低 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比常年 减少了40% 部分地区连续无雨 无有效降雨天数超过20天 部分地区小型水库蓄水严重不足 受干旱影响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6个省 有967万亩耕地受汗 83万人饮水受到影响 预计未来一星期长江流域将维持高温少雨天气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的汉情 将会持续发展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好第1个主题 美国司法部长申请公开川普搜查令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8月11号召开记者会 他说司法部已经向联邦法官提出申请 申请公开联邦调查局8月8号搜查川普住所的搜查令 加兰说 我亲自批准向联邦法庭申请搜查令的决定 联邦法庭认为申请理由充足并且必要批准了搜查令 他说搜查当天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向在场的前总统律师提交了搜查令 和联邦调查局没收财产收据的复印件 川普和他的政治盟友要求加兰解释这次突击搜查 加兰说 最近对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检察官的专业素养的攻击毫无根据 他们的诚信受到不公平的攻击 我不能袖手旁观 川普的律师说联邦调查局特工从川普的住所 查获了12项物品 联邦特工提供了搜查令的副本 联邦特工正在调查违反总统记录法 以及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 这是川普律师说的 司法部和加兰 加兰部长 长期以来有一项政策 就是提起控诉之前 不对刑事调查发表评论 基本上我们总结 这两天媒体对整个 FBI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搜查川普住所的整个过程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川普总统下台的时候带走了一部分的 政府文件和物品 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会收集 离任总统的文件 国家档案馆没有找到金正恩写给川普的那封漂亮的信 于是国家档案馆就联系川普团队 说你们搬走了一些政府物品 你们找一下还回来 川普团队给国家档案馆送去了15项文件 国家档案馆打开文件一看 发现里面有机密文件 有绝密文件 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 联邦调查局联系川普团队 川普团队说 现在从白宫拿来的物品都放在海湖山庄某一个地下室里 这个时候就有人通知联邦调查局 说川普拿回来的东西并没有全部放在地下室 还在其他地方也有 于是联邦调查局就对川普团队的诚信 产生了怀疑 联邦调查局就向法庭提出申请 申请搜查令 联邦探员 身着便装 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来到海湖山庄8月8号 对联邦特勤探员 和川普的律师亮明身份 而且要来了海湖山庄的详细地图 定位三个地点 一间睡房 一间卧室 一间办公室 一个储藏室 然后FBI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这三个地点 带走了10箱要找的 这个物品和文件 联邦调查局来到海湖山庄时 川普的小儿子 立即通知了川普 直到搜索完毕 川普都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 最后是佛罗里达州的某一个记者 某个媒体的记者在网上爆料 说联邦调查局搜查海湖山庄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川普开始发声 批评联邦调查局 政治报复 说是政治迫害 川普的律师手上有法官 就是法庭 联邦法庭 出具的搜查令副本 但是川普并没有公开 这个法官的搜查令 那么机密文件 基本上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川普和共和党都在攻击这个美国司法部长 那么美国司法部长就开记者会 说我向这个法庭 因为他要公开这个搜查令 必须是联邦法庭同意 他才能公开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等于公开了以后 那实际上呢 就是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去搜查 搜查这个川普的住所 的原因就非常的清楚 而且 法官为什么会批准这个搜查令的原因也会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个这样的事 不过呢 机密文件并不是川普面对 所有的法律问题 纽约州的检察长詹乐霞正在调查 川普集团商业行为的民事案件 川普 川普集团夸大高尔夫球场 和川普大厦的资产价值 向银行贷款和减税 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2019年就开始调查这种案件 赞乐霞的办公室在法庭文件中指出 川普集团利用诈骗性或者误导性的资产评估 来获得贷款和其他的经济利益 这些虚假陈述出现在川普的 川普集团的年度财报 财报当中 川普曾经向银行和保险公司提交这些报表 减速川普集团的资产净值 赞乐霞认为 这个调查的关键是要了解川普本人 对这些虚假陈述的 实际了解 和意图 所以呢向川普问话是了解他的意图的重要手段 赞乐霞在8月10号上午传照 川普到 8月10号上午传照川普到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问话 川普上午9点到达纽约州总检察长的办公室 接受赞乐霞的问话 川普的律师 对NBC表示 问话川普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名字 之后川普宣读声明 声明说我曾经问过如果你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援引第五修正案 现在我知道问题的答案 当你的家人公司和周围所有的人都成为律师 检察官 虚假新闻媒体支持的毫无根据具有政治动机的猎物行动的目标时 你别无选择 这是川普的声明 问话期间川普超过400次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 美国公民 在面对民事或者刑事程序的时候 有权保持沉默 有权不提供可以让自己定罪的证词 问话持续了6个多小时下午3点20分川普离开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问话结束后 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 詹乐霞将会深入研究事实和法律 无论指向哪里都会继续调查下去 川普的问话表明詹乐霞的调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川普拒绝回答问题 詹乐霞就很难 把川普集团的不法行为 和川普本人联系起来 所以要证明川普违法变得困难起来 那么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 当然背后有政治因素 但是如果不能证明这些案件是因为政治因素无终生有 那这些评论只能是一个看法不能改变事件的进程 这就是川普 案件目前的状况 这是我们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 习近平对拜登说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候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 7月28号通电话 当时习近平就警告说 佩洛西访问台湾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但是习近平对拜登表示中国不会和美国开战 双方都需要维持维护和平与安全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方面向中国明确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国会代表有权访问台湾 报道说 中国领导人当然就习近平了 对几个月来 外交努力都无法阻止 佩洛西访台感到沮丧 习近平认为统一台湾是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核心愿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非常突然 这个报道实际上戳破了 中国外交部 中国国防部 国务院台办 虚张声势的表态 中国根本就没打算动手 在佩洛西访台的问题上 他根本就没打算动手 而且 他不仅没打算动手 而且事先还跟美国打了招呼 所以我在这里问小粉红们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 胡习近吹嘘解放军 战机要半飞 要拦截 甚至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不仅没有任何的根据 而且是彻偷彻尾的忽悠 忽悠谁呢 忽悠小粉红们 显然习近平更重视他自己的连任 他不想让事情失控 影响中共二十大 二十大上面的这个议程 就是他连任这个议程 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中国军队在台海地区进行了几天的军事演习 对台湾进行了封锁 停止了和美国气候等议题上的合作 甚至冻结了军事领域的接触 华尔街日报指出 习近平采取这些行动 目的是让解放军的演习看上去有力度 但又不引起美国 及其盟友的升级反应 对习近平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在谋求连任 不过 中国的行动 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 并且引起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应 亚洲和欧洲的国家都认为 中国的做法预示着解放军对台湾 直接施加压力的新阶段的开始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与拜登通话 对习近平来说 本来是有政治风险的 习近平面对来自党内不满 他的动态清零政策 以及反对他连任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 习近平急于展示实力 最后习近平决定 和拜登会谈 电话通话 尽量减少跟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习近平和拜登进行电话会议 台湾是其中一个关键话题 拜登向习近平解释 立法 行政 司法 之间的权力划分 这是美国的权力架构 而且 有众议院议长经理其25年前访问台湾的先例 然后习近平就说了一开头说的那番话 中国不打算打仗 最后 双方同意保持沟通 并且着手安排面对面的会谈 如果习近平连任拜登和他会面 会视为习近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虽然习近平不想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但是他不得不在国内展示他自己的强硬立场 例如 中国媒体直播了向台湾 台湾水域发射导弹的过程 有吗 我没看到过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点奇怪 还有就是民族主义媒体 和代表政府内部鹰派学者警告 台湾海峡可能发生战争 这个我也没看到 我只看到了胡锡进 讲击落战机的事 华尔街日报指出 习近平如果连任 他在下一个任期会更加坚定的与美国对抗 并且向台湾香港等施加压力 他没有讲 为什么 他只是讲一个这个 不过 你把它当做美国的媒体主流是这么看法 也不会太过分 不过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显然是拜登政府透露给他的 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要泄露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这种机密对话 有句俗话叫孩子没娘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对中国来说 在外交日益孤立的情况之下 佩洛西访台 会引起的担心是 引发其他国家 高知名度的政治领袖去台湾 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不仅会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 而且会最终导致独立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线条是一个这样的线条 这就是习近平决定 在佩洛西走了之后 进行军事演习 放在桌面上的理由 当然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理由 就是习近平在国内不能表现的太软弱 所以呢 解放军呢 进行了三天的演习 这是之前公布的 演习结束之后呢 又延长了三天 延长了三天还不够 东部战区在 宣布 完成演习的时候 又说 他仍将常态组织 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循 如果解放军东部战区 会在继续常态化的在台湾周边进行 这种战备 巡警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台湾海峡 作为世界主要贸易航道 会持续受到侵扰 各大船运公司 会不得不要制定一些应急方案调整航线 那么市场情报和基准平台叫 Shenotex Shenotex他有个分析师说 他说寻找替代台湾海峡航道的代价会非常的高 他说如果台湾海峡无法自由航行 那么所有的航线都会延长因为他绕过去 那么时间会加长而且 货物 货期会更长 所以货运的费用也会严重的影响 美国有一个前官员美国国防部有个前官员叫Kobe Kobe说 如果中国某个程度上封锁台湾海峡 导致国际航运中断 美国应该跟亚洲其他国家合作 不过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事实上 解放军宣布演习停止 解放军并没有撤出台湾海峡 8月11号 就今天 解放军的战机21次 21架次 袭扰台湾航空识别区 另外有6艘解放军的军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 那么和台湾的军舰在海峡中线对峙 尽管台湾海峡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航运 但是解放军所谓的常态化战备 警循的宣誓 无疑是一个危险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核心战略目标是什么 就是保持自由 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 对美国来说 解放军的行为不可接受 相信这就是拜登政府 把习近平和拜登的机密对话 公开的原因 公开这个对话就是警告习近平 见好就收 戏不能演过了 那么至于解放军这场军事演习 我们该怎么去总结呢 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总结 总结了几点 我觉得蛮有意思 第一 如果解放军台海军演意在威慑台湾 显然中国没有实现他的目的 台湾不仅没有被吓倒 反而坚定了推行两步走战略的信心 一方面避免公开对抗另外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 这是第一 第二 解放军军演不仅引起了全世界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而且加剧了台湾民众对抗中国大陆的不满 增强了民众保家卫国抵抗中国霸凌的斗志 第三 解放军军演还可能促使美台两军的密切协同和互动 第四 台湾国防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苏芷芸指出 解放军军演给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了解解放军真实的实力 他认为 解放军军演显示 中国目前 不具备对台湾实施全面攻击的实力 这个话说的非常的 非常的 有价值 等于是什么 这场军演 把解放军的敌给露了 露馅了 显然 显然 习近平 这场军演的大戏又演砸了 解放军除了把演习叫成演训 表达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以外 他们打仗并不在行 并不在行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观点 我发现近来墙内媒体统一了一个新的宣传口径 动不动就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还说祖国统一进程不可阻挡 我想说如果每天封城 清零 打贸易战 面霸响指 所谓的复兴不就被逆转了吗 如果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出手干预 武统不就被阻挡了吗 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完全不能成立的 卑劣的宣传口号 简直是胡说八道 莫名其妙 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 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的银行存款能拿出来吗 你这个烂尾楼你的房子什么时候能拿到 你工作还找到了吗 你没钱能看病吗 你把这些问题重新问一遍 我们再讨论这个 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吧 铁链女解救了吗 唐山打人四个女孩 现在人在哪里呀 二舅他的这个 二舅他的这个残疾症发了没有 他现在牢有所养没有啊 现在中国的小孩子 到底还能不能够 这个上课外课呀 那把这个问题重新再问一遍呗 伟大复兴 这就伟大复兴了 对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 提问拜登如此警告习近平是不是会进一步 加深削弱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势 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 你不知道他怎么应对 借力打力也不一定 所以 这种 当然 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对习近平来说肯定是个打击 肯定是个打击 因为他 军演的目的是什么 军演的目的是秀秀肌肉嘛 意思就是我不软弱的 我非常强硬的 你看 演习三天 不行 再延长三天 再延长三天还不行 我还有常态话 搞一下 对吧 他为了表达这个 结果华尔街日报这一报道 不是给他捅漏了吗 他在演习之前已经跟美国讲过了 我们不打仗 不是打仗的时候 我们不打仗 那不就捅漏了呗 捅漏了你所谓的强硬 不是全白干了吗 这个戏不就白演了一场吗 对吧 观点 其实最难受的局面就是现有国际组织 都接纳台湾 那么台湾就真正的事实上独立 这个局面会让大陆最难受 就大陆目前的外交环境 很难用好的解决办法 是的 是这样 你现在经济又不好 对吧 你总不能跟台湾一建交你就 你就跟他打仗嘛 打不了吧 你立陶宛怎么打 你收拾他 问题是欧盟又会护着他 你怎么办 其实最复杂的情况是什么 欧盟 欧盟有一些 立陶宛 埃沙尼 拉托维亚 他做一些动作 你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后面有欧盟在那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上次我听那谁的节目 说的一点 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到位 他说呢 欧洲跟美国相比 欧洲更灵活 为什么 美国签了建交公报 817公报 三个公报 签了三个公报 三个公报 美国是一个 法治的国家 他签了这个公报 签了这个公报 他就认这个账 所以美国要调整立场 特别是要调整对台湾的立场 非常困难 你要改变很多 这个 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不容易 但是欧盟不同 欧盟跟中国没有签 没有签 这里面很多国家签了 法国签了 德国签了 但是 欧盟是后来才成立的 所以欧盟跟中国是没有签什么什么建交公报 没有签这个 没有签这个呢 欧盟就会变得很灵活 而且欧盟本身 他非常处理这些关系 非常有经验 欧盟本身是个多 多国家 是个邦联 美国是个联邦 欧盟是个邦联 邦联他各自各自各个国家都拥有主权 那这种主权 他就有更多的灵活性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提问 既然习近平准备连任 连任后加剧跟西方的对抗 那么美国是否也可以加干涉中国的选举 让习近平连任失败 毕竟曾经中共也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想让美国陷入混乱 比如美国在台海 东海 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让局势不利于习近平的连任 不知道 反正我们知道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 把他的头号目标从恐怖组织转移到 从基地组织 中央情报局 排第1的任务就是 就是 基地组织 现在已经改了 排第1的任务是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改了这个任务之后 他后面的资源怎么调整 会不会去影响 影响中国的 中共二十大 没有人知道 他 关键是并不是说有没有意图这么做 关键是他有没有能力怎么做 他之前有没有做过部署 如果他之前已经做了部署 那么他有能力去影响 我觉得他不会不影响 那么如果他没有 他有这个意图 但是他没有部署或者部署未必到位 他未必能影响 大家知道中共的组织系统 组织系统还是非常厉害的 不一定那么容易渗透 提问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2024年拥有地对舰 和舰对地攻击性武器 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武力犯台 第一面对的对手不是美军 而是日本自卫队 肯定不是日本自卫队 一定是美军 美军一定是在第一线 应该是 当然如果解放军同时攻击美军跟日军的话 那当然 那当然都会打起来 我们上个星期不是 国际金融 国际研究所不是做过做了一次这样的 兵器推演吗 解放军首先攻击 攻击日本跟美国 美国的基地 提问 朝鲜跟韩国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朝鲜就一直宣称 是统一战争内战 韩国好像也认同这个观点 韩国什么时候认同这个观点 我们不要这样讲话 这样讲话不严谨 那么统一战争 当然它是从民族的角度说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 他们是 朝鲜半岛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就像日本 日本也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所以他们讲统一并不过分 只不过呢 这是两个有独立的主权的国家 其实就是侵略 没有别的说法 他就是侵略 中共 中共和台湾为什么没有变成类似朝鲜半岛的政治局面 这个很简单的 现当代史吧 这都不是近代史 当代史了 朝鲜是二战结束 二战结束之后 划分的 三八线 一个从北 往南打 一个从南往北打 结果在三八线 交汇 然后一个成立了朝鲜 一个成立了韩国 一个是美军 一个是苏军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结果 台湾跟中国大陆 这种关系 大家不知道吗 19年的问题 两个完全不一样 时间都不一样 观点 所谓的台湾问题 中国并不在乎台湾这块土地 面积大了去的都被他自己送掉了 也不在乎那块土地上的人 海外华裔不知道多少 他最在意的 最害怕的 恐怕是在大陆之外 有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传承的民主政权 始终有一种被比较的不安全感 这是推特上我转发的 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中国为什么老不放过台湾 他对那块土地并不在乎 他也不在乎那些人民 他就觉得你们过得太好了 你们不仅过好了 而且你们还是民主 你不影响我这个独裁专制吗 这个不行 这个一定要把它干掉 这就像英国首相说 俄罗斯为什么攻击乌克兰 道理是一样 观点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带队去中国 一点也不意外 2013年 莫拉克风灾重创台南 时任外交部次长夏立言配合中国的要求 外国援助必须先知会中共必取得同意 他挡下了美国等国主动表达意愿提供援助的国家 此事当时有 中国时报报导 现在国民党根本就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中队 提问 王老师你好 你觉得广州深圳 这种一线城市房市楼市会大跌吗 或者是限购政策会放宽吗 感觉给套死了 想直接断供 不要了 为什么不卖掉呢 尽量不要断供 减价卖掉 比较好 就是 很多时候说卖不掉 卖不掉是因为你不肯降价 我有朋友卖掉了 降价 降价才能卖掉 房价会不会大跌 那是这样 房价现在很多房价都没有跌 没有跌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跌的原因是因为限购限贷 限购限贷实际上是市场管制措施 市场管制措施造成了市场交易的 这个受阻 市场交易受阻 那么市场价格就无法实现 或者我们讲 你看到的价格其实不是市场价格 是一个虚假的价格 那么如果当他取消了限购限贷的政策之后 市场充分交易之后 那么价格才是真实的价格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认为 如果 取消这个限购限贷政策 房价可能会出现一个 这个剧烈的波动 这个剧烈波动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过 你们可以翻来看一下 所以呢 楼市会不会大跌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 政府的限购限贷政策 什么时候取消 取消了 那么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易 那么价格会剧烈的波动 所以 如果不取消 实际上 市场交易是不顺畅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摩擦系数很大 摩擦系数很大 它就滑不下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你理解一下 大概是这样 情况 郑州某些楼盘今年三月份开始零首付 开发商想100万卖房子 但政府规定 这一袋房子不能低140万 这样首付就42万 贷款98万 购房者只要出2万 开发商给他垫40万 所谓垫资就是不用还 OK 观点 王老师你好 国内疫苗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好像疫苗在摧毁自身的免疫力 周围亲戚已经打疫苗差不多两年 周围年龄在60岁左右的人 超出五个亲戚 查出癌症 年轻人也有三个出现 心肌炎 心包炎 每个朋友生病基本上都会去看网 所有了解的 所以了解的比较清楚 我在推特上经常看到有人质疑 当然质疑国内的疫苗 也质疑海外的疫苗 质疑美国的疫苗等等 国内的疫苗 我一直在质疑 因为 因为中国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和疫苗本身是矛盾 那当然 奥米克隆这个疫情和之前情况有些不同 我之前解释过 我就不再讲 那一般来说呢 我就不大去质疑疫苗 我只质疑中国疫苗 国产疫苗 因为国产疫苗在他 全面 全面接种之后 并没有形成 群体免疫 就是 奥米克隆出现之前也没有形成 群体免疫 那说明他这个 疫苗的质量非常的差 但是对海外的疫苗呢 我没有质疑过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我不大质疑 大概是这样 国内的疫苗呢 会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癌症这情况 我不了解 大家也不要贸然下结论 为什么 我们通常来讲 要么你有统计学的数据 要么你要有病理学的数据 没有统计学的数据和病理学的数据 你都不能把两者之间联系起来 所以草率的下这个结论 或者是没有根据的下结论 是不对的 当然我认为中国的疫苗 无效 这个我敢肯定 这个在 在过去三年的实践过程当中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它会不会产生副作用 其他的我不知道 没有数据支持 情况 随着中国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以及北京在俄乌战争期间不断深化与莫斯科关系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埃萨尼亚11号宣布退出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追随立陶宛去年的步伐 拉脱维亚外交部表示 持续参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不再符合我们当前 国际环境下的战略目标 是的 提问 如果当年中华民国没有选择退出联合国 今天的台湾会不会不一样 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历史也不假设 提问 请问王老师 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数据 和通胀数据 会出现人为粉饰甚至造假的情况吗 这是个好问题 是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其他国家都要重新证明一遍呢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 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 其他国家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中国是不正常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质疑全世界 中国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或者我曾经讲过 中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 所以他会做 就是其他国家你都看不到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看来自中国的 来自中国国内的这个墙内的网友 大家一直都很 很警惕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到处都在造假 喝牛奶的时候会问 这是真的吗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朋友经常问 你这是真的吗 你这衣服是真的吗 你这手机是真的吗 你吃的食物 是不是地沟油啊 全世界只有中国是那样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 那是不是全世界就没有问题 全世界有问题 但是全世界发生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那一类问题 基本上是这样 情况 上海的一个居委会哄骗98岁的老头 打疫苗后老人病危送医院抢救 前两天去世了 这两天家属在跟居委会闹 要求居委会负责 不要用闹这个字 一用闹这个字呢 把这件事情变得 变位了 这件事情 鸣谢 谢谢 观点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在他的任上失去台湾 OK 谢谢 谢谢 侵略就是侵略 不要用其他名词取代 就是中国侵略台湾 非常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